台鐵27年的票價沒有調整 因為當時的這個構成中很多都想到 他是有一些公共運輸的這個任務 但是我覺得在公司化應該就回歸到他的服務 然後服務他的回到他的票價 票债研究的其中報告現在出來最多可能漲一倍 那我們是可能在公司化掛牌的時候就來調整 台鐵27年的票價沒有調整 因為當時的這個構成中很多都想到 他是有一些公共運輸的這個任務 但是我覺得在公司化應該就回歸到他的服務 然後服務他的回到他的票價 所以我的想法是 現在他委託學術機關有這樣一個報告 當然他送上來教務會做一個審查 但是我覺得最好的實施點 應該是這段時間我們把安全跟服務 排鐵一年的收入是240億 他一年的人事費用是160億 如果提到50%的話就是160乘1.5就是240億 就是說我說的每一分錢都是花薪資 那這一定不可能的 在一個公司一般是整個薪資費用都要佔他的總成本的50%以下 才有辦法轉過而已 所以我想說我願意針對他們比較低薪 基層低薪的部分 比如說他們這些營運人員 或是他們有一些基層的主管的家底很低 那這部分我覺得可以考慮 但是你如果整體這樣的一個要求 讓這公司一開張的時候就是虧損累累 比現在更嚴重 那這就不是公司化的一個精神